那我們當然在邊境 邊境的上面 那就全部都要入住 我們的防疫旅館 那有7國要進入集中檢疫所 所以我們再強調一下 在 這裡面 這重點高風險的 巴西 印度 英國 秘魯以色列 印尼及孟加拉 這包含14天的旅遊室 那還轉機 那可以 他也可以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 當然這高風險的國家 這是不用費用 那其他的國家 如果他一直在這個很短的時間 在機場 我們就有相關的一個聯絡 那入住到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我們每日 每人收新台幣2000元整 那12歲以下的幼童 父母就是有同住的 那就不利 另外再收費 所以在6月26號 8點 晚上8點開放訂房 那序於韓邦預計底台48小時前 48小時前 至入境檢疫系統 網頁預約 繳費 並取得預約訂房的識別號碼 作為入境登記之使用 那防疫的旅宿的量能是夠的 我們現在的防疫旅宿的量能有21783間 那使用率 大概28.28% 那相關的一個 旅宿網 防疫旅宿專區 那上面可以直接上網去查詢 那 景象業者訂房 那為了因應讓這個篩檢 當然我們大部分的篩檢 都是 PCR都是公費 那有部分是自費 那我們先請這個不利院的PCR在自費 採檢的費用 我們從6月7日起 臨時起 不利院的PCR的自費採檢費用 由5000元降作3500元 那極限由7000元降為4500元 那可以方便大家在負擔上可以稍微能夠減輕